法国DS克罗地亚比分预测,谁将冲饼夺冠手握大力神杯,奔届世界杯,众多昔日在世界杯上吃炸风云的豪门球队,都提早地退出了赛场,无缘继续争夺大力神杯,半决赛厮杀战霸,最终法国和克罗地亚,拿到了通往莫斯科卢日尼基的门票,进行冠亚军的争夺战,这场对战,无论是对球队还是对球迷而言, 都将是令人振奋的时刻,聚会GFx小编作为法国队的忠实粉球迷,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法国队啊,下面对两队的实力和比分进行了预测,法国DS克罗地亚历史战绩,法国队世界杯参赛此数,15次世界杯最好成绩,1998年世界杯冠军,2006年世界杯亚军,1958年世界杯继军,1986年世界杯继军, 世界杯世界杯参赛时间,1930到1938年,1950到2014年,FIT排名,7克罗地亚对世界杯参赛此数,四次世界杯最好成绩,1998年法国世界杯继军世界杯参赛时间,1998,2002,2006,2014,FIT排名,17法国DS克罗地亚实力对比, 法国队法国队群星闪耀,一流风险好手众多,如马进锋神格里兹曼,价值1.8亿的佩巴姆,价值1.2亿的登贝莱,万连的新亨利马夏尔等,中场也堪称世界一流,一亿身价的伯格巴,英超赛季最佳球员坎特, 还有中场大将马图伊迪等,以及巴萨的防守天王乌姆弟弟,黄马,速度最快的马拉内等实力球员,可以说法国队前、中、后都有世界顶级的球星,总的来说,如果只看实力不考虑经验战术等等,法国阵容实力说第一也不维扣,但法国队主帅得伤能力欠佳,从小组在表现来看,法国队没有太明显的弱点, 三条线实力都十分强劲,但是球队进入状态较慢,略微懒散,前场的威力而没有发挥出来,若是发挥出来很难有球队可以抵抗,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中前场实力非常强大,拥有两名技术型后妖莫格里奇和巴黛里,再加上经验老道的垃圾地奇和跑动积极的布罗索维奇, 格子军团的中场实力可以比肩世界上任何一支豪门球队,莫德里奇是球队的头号球星,黄马是好脚下技术出色,能够通过不断的跑动梳理中后场,而且在防守端也有不错的水准, 而满足基奇的存在,则为球队带来了绝佳的战术价值,尤文图斯前锋扎实的基本功,出色的跑动和强点能力,将让队伍受益匪浅,再加上佩里希奇在右路的冲击力和创造力,可以说克罗地亚队有能力制造大量的进球威胁, 相比之下,克罗地亚的防守端是其薄弱点,洛夫伦和韦达的中位组合并不算稳健,尤其是定位球防守是一大难题,而转身速度慢的弱点,也经常让对手打穿他们的防线,因此克罗地亚想要取得好成绩就需要在防守端多下功夫, 法国vs克罗地亚比分预测据每日邮报、消息,克罗地亚球星佩里希奇,可能因伤缺席决赛,这对克罗地亚必定是重打击,毕竟佩里希奇在本次世界杯的表现极为出色,他已经在参加的六场比赛中,打尽两球并有一次助攻,目前佩里希奇凭借出色的表现,已经吸引了曼联等众多豪门俱乐部的关注, 根据每日邮报透露,佩里希奇在和英格兰的比赛中大腿受伤,他在赛后用冰带放在左大腿后部以减轻肿胀,比赛之后,佩里希奇前往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了治疗,有可能会缺席和法国队的决赛,克罗地亚球员的缺席,对法国队而言势力,如果90分钟之内不能解决战斗,加实赛或者点球大战, 法国胜出并最终战胜克罗地亚,历史上第二次稳定大力神杯,比分预测法国利S克罗地亚比分预测,法国赢或者平克罗地亚,比分预测为0比0,1比0,1比1,2比1,俄罗斯世界杯的四强,有一种欧洲杯的韵味,欧洲强调整体的足球风格,使得他们能够笑到最后, 且中风的作用及身体的重要性,成为至甚关键,南美世界足坛的地位已经被超越,欧洲足球成为当今足坛的潮流,无论法国队夺冠,还是克罗地亚队夺冠,这场冠亚军的争夺战,都将是激烈些有看点的对战,也为2018世界杯画上完美的句号。 感谢观看